8月16日盘前板块分析 昨天上证指数在午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盘后呢 传来消息 有变相的降息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实际就是降息了 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这个印花税的传闻 所以说呢 昨天午后券商的这个动作那就很好理解了 不过从指数的走势上看呢 我们从实事修逝的说 在上周五的长云下之后 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并不是一个完全稳住的信号 今天如果要继续上冲呢 还是要多少注意一下 我判断了后边后边还有一个整顾的过程 然后呢就很可能就是见底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要是我们要更加乐观的态度对待当前这种走势 要密切关注启动的品种 这是一个 我们再来看几个指数 首先看上阵五零 上阵五零指数呢 这个地方走势呢 看似就是一个正常的回撤整理 不过这个地方蹲的有些深了 蹲的有些深了呢 那在起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要费点劲 可能是动一下 再震一下 然后呢再逐渐的上行 这么个角度 但是上阵五零呢 我们是看多的啊 它从这个春节之后的这样的调整已经非常充分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上涨应该带有着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个地方突然下来了呢 也只是近期受到了近期大凡的这个影响 上阵五零指数是比较好的一个指数走势啊 那么说护身300跟上阵五零指数走势基本相同 不过呢 它这个蹲的好像更深一点 这东西呢 那你要是蹲的要深一点呢 可能再起来就费点劲多少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要一个震荡整理之后才能气稳 小周期上呢 还没有完全气稳的动作 可以看一下30分钟 30分钟下跌之后出现一个30分钟稳住信号之后 再做多也不为止晚 创业版五零指数 创业版五零指数在这就是震荡盘底 它最近这两天呢 也是下来了 不过下降的幅度还不是那么太大 主要是受到了创业版的那个大家伙的拖累 这一点要引起充分的注意 它是个别的种 你比如说创业版的那个权重 还有那个光伏的拖累 这个是很大的 但它这个性质呢 就是筑底的性质啊 不用多想啊 这个科创丸五零指数呢 走的也确实是不强 而且又创了新低 又创了新低 它这个地方就要等着一个明确的止跌信号 虽然这个位置已经很低了 但很低很低了 你切换成周线看 确实很低了 第一呢 就是实际呢 系统性风险 我判断呢 那就没什么系统性风险 但是你要等着它这个 它做底呢 做底它需要实践 需要实践啊 等一等 再来看几个板块啊 医药商业呢 说了好几天呢 就不太说了啊 这个地方呢 上拔之后啊 你看成员量重复放大啊 这是多头走势 这是没什么说的啊 你至于有的呢 还可以继续 没有的呢 这地方追涨 你也要多少要注意点 它可能有一个整顾的过程 这个证券 这证券呢 我们是不得不说的 这5后呢 是率先拔起的 就是证券 而且它后来涨了 接近两个点 指数ETF涨的更多啊 这个地方看 直线拉的 很显然呢 是对这个 实际收盘之后呢 我们发现有一些 运花碎的这样的一个传闻 但是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落实啊 说我判断这个 为什么证券最近在这么反复的移动呢 大家发现没有 主要是资金介入的比较深 这地方判断是 建高点之后的回落的一个低点 冲之后还会有一个回落 然后这个回落的二点 判断的应该是 机会是偏大的 保险呢 实际昨天这个功劳也是功不可问 它就实际保险跟银行的一样的啊 银行只不过后面 注件是发力的 保险是这样的走势啊 总体走势上看的这个地方是多头走势 多头走势呢 不过这个周线呢 它有一段的上涨了 上涨这个期间呢 就是周线走到这个位置上 日线盘整到二零线附近 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稳住的 这么个 这么个迹象啊 估计这地方还有一个整顾的过程啊 这个是保险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中药 实际中药呢 相对于大凡这几天的走势呢 就是走势这已经相当强了 是不是 相当强 但你说它是完全反转 实际这个成交量呢 不支持才的反转 也就是这地方打到六零线了 估计马上就会整顾 整顾之后找低点不迫吧 从大周期程看呢 这地方有没有站稳定 可能六零线 六十周均线上方 这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注意啊 中药是有这种可能的 只不过就是啥呢 中药这是一个低点 就单腿蹦肯定蹦起来 还需要的是第二只脚啊 首次呢 肯定是按反弹来做啊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银行 银行呢 走势是偏强 你如果从周线看呢 它是大周期的多头走势 银行到这个位置 判断差不多啊 商业百货呢 这种的走势 它肯定是多头走势 多头走势呢 不过这是一个低点 它得找第二个低点啊 大家等着它冲高之后 回落到第二个低点去 这个地方好像好一些啊 化学制药 这个化学制药呢 最近这地方有些量啊 我们希望化学制药呢 这个大的板块方向呢 能够起稳啊 只不过这种奇稳呢 是不是真正正的奇稳 这个毕竟是一个低点啊 一个低点 判断不过从成交量看 这个奇稳的概率很大 要找一个低点不迫的 这么个动作啊 医疗器械呢 你看这个医疗器械啊 它这个稳住的迹象就不明显 你看这个 这个阳线的实体都比较 比较小啊 医疗 跟那个医疗 基本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 也不能断定是一个稳住的信号 多元金融呢 这个东西它是走的 肯定是多头回落整理的走势呢 调整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天的呢 好像是不太充分 是不是 等一等 这个 这个地方调整结束之后 肯定一定会要成事 这种概率是偏大的啊 我们再来看几个下跌的啊 实际这个游戏呢 是在前天的时候啊 出现了一颗阳线 只不过没有放大 我们说这是个股的机会 现在看起来这种判断呢 是准确的啊 这个地方昨天呢 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之后啊 短线还有反复 可能有些股票还有上冲这种 这种动能 但是说它筑底了 现在有点过早 它只是一个板块当中内部的 百分之二三十的股票当中 有这么上冲的这种可能啊 游戏啊 光伏设备这样心敌的呢 那就不要去考虑了 这地方还没有朝理的迹象啊 不用太着急啊 那你有的呢 那你说这个地方能割肉吗 也没法割肉了 是不是啊 文化传媒呢 我们说跟游戏走的差不多啊 游戏差不多 现在的只是个别股票的机会 不是全板块的机会 半导体呢 很多同学们都有 但是呢 跟光伏基本走势一样 虽然我们看 在大周期的位置已经很低了 但很低了 总要给我们一个日线站稳的 这么一个动作 现在还没有出现啊 时间关系 今天的板块分析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啊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今天咱们继续讲解重要的内容 叫做位置共振交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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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